不是约好这六点见吗 现在都五点五十九了 怎么还不来啊 是不是 把他得罪了 一会儿来了 给他道个歉吧 来 上车 怎么了 选家了 留一点 小宝 你知道 你知道 为什么那天你带娜娜回来的时候 我不高兴了吗 为什么 因为 我失去了安全感 安全感 你还记得 当初我们一起合租时 约法山宗的时候吗 你就是三百壮师 你就是带头大哥 是我 虽然我们晚上都聊得差不多了 但我们还是当面对一下合同吧 这个 是我花一个礼拜时间做的合约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麻烦你签字 啊 这么厚啊 我们一条一条队吧 不用这么麻烦吗 好 那你去找别人做好了 好不好好不好 开始吧 来 第一条 不许进我的房间 进我的房间要先敲门 不然就电话联络 好 好的 第二条 不许带一心回家过夜 如果 我交到女朋友怎么办 你交到女朋友吗 不是 你才服辱我啊 那你就办事去住吧 我可不想当电灯泡 好吧好吧 第三条 记得每天都要洗澡 可不想闻到一些臭酸味 第五千八百四十六条 所有的合同 我都有最终解释圈 那没有问题的话 麻烦你自己签个字吧 那 我们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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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外漂来到这个城市 举目无亲 却又想立足在这里 跟你合作的这段期间 有你照顾我 陪伴我 迁就我 所以我就把那 当成自己家了 可是 突然有一个陌生人 闯进来的时候 小宝 我害怕了 我明白了 对不起啊 四海 手边是太大条了 没事 你刚刚的打扮好不同啊 是西装吗 那个是 我自己 在下场的时候 不管开心 还是不开心 我就会骑车出去 其实我的理想是 成为一个赛车手 想要环游世界 真的吗 那 以后环游世界的时候 记得带上我 好啊 但你要负责邮钱 你好小心啊 那 我们今晚 就睡这儿吗 对啊 帐篷我都准备好了 可是 让别人知道 我们些不归宿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真是故意的呀 怎么样 但是 帐篷你一个 我一个 你别动你那个肮脏的歪脑筋了 你 我是那样人吗 是啊 反正 有事情敲门 我微信联络 我到底 该不该跟进去呢 小宝 小宝 你在吗 啊 怎么了 小涵 我问你哦 今天的我 和以前的我 哪个好看呢 呃 今天的 呃 不 都好看 那 你还想不想看其他的呀 想 我当然想 那 以后我去试试之后 都换给你看好不好 嗯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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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